安博澳门 市民日报 澳门 2022年4月14日 洪佳市设90仪器监控工程以上 超过于80年历史的洪佳市 在下月启动整修工程 市政署指洪佳市整修工程 需保留外墙以至多个巨时代特色的建筑元素 保留范围大 工程难度高 以于大楼主体结构 同外墙设置近90个监测 若建筑物出现沉缸或倾斜等異常变化可及早知识 并作出跟进 同时监管成建商严格执行施工计划 务求克服工程各种困难 在保育和整修之间拿到平衡 市政署昨日实地向传媒介绍洪佳市整修工程 前期准备工作 市政署建设处代处长吴智联介绍说 今次洪佳市整修工程 需保留外墙屋面和以上部分 中间十字型塔楼和楼梯等具时代 特色的建筑元素保留范围大 工程难度高 在工程设计时 更未能在街市内作全面检测 仅具局部检查 同构图则作比对设计 故前期工作重点系监测 同收集基础数据 目前 市政署已于大楼的主体结构 同外墙设置近90个监测 若建筑物出现沉缸或倾斜等異常变化 可及早知识并作出跟进 监测工作 在内部的实际何在 同时 于施工的每阶段 密切注意需保留结构的现况和变化 在监控数据显示正常状况下 才可进行下一工序 组建技术团队专业顾问监督 五字联又提到 由于需保留红阶市外墙和顶部结构 在内部空间进行的大型临时降结构支撑 地基改良 重建内部基础和结构时 受空间限制 施工不可以压使用大型机械 必须局部施工 且必须留意每一分区间的连接 各阶段施工期间 均需密切监测数据 注意需保留结构的变化 工程难度大 且工序复杂 所以市政署已组建技术团队 加强后续的协调和监管 及时处理施工的技术问题 并委托专业工程顾问公司 全程监督工程 承建商需预先提交各阶段施工的计划 监测方案 测试报告 由工程顾问公司 同设计公司作审查批核 以保证施工质量符合要求 在施工期间 市政署还会加强 同和文化局的沟通 投入使用超过80年的红街市 整体以无法满足现今社会 对公共街市设施的要求 市政署和文化局 土地公务局 消防局等部门深入商讨 启动红街市全面整修 工程包括地基改良 重建内部基础和结构 并考虑街市摊反 一直提出的优化街市设施诉求 安装空调系统 设置火牛房 客货量用的无障碍升降机 于靠高士德大马路花园仔 则设置无障碍升降台 增设两个卸货台 货运邪波道 同出入口 并全面更换墙地砖 翻身天花 重建排水渠网 重造天面防水同格热层 更换花园仔保温格热屋面板 增加街市公司的空间 和男女赤格的比例 未来摊档位置 和大小会尽量和旧时差不多 目前红街市外围 已完成围板和环境卫生 灭属等工作 红街市整修工程 争取在5月正式启动 工期约657日 施工期间 尽量安排诵具噪音的项目于 星期日和公众假期进行 降低对附近民居的影响 并会按工程进度 适时向社会公布 你收听的是安播澳门 这个短片是 由市民日报联同 安播传媒联合推出 请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